我有看到那個新聞 有人說我跟這個姊姊在交往 可能有婚姻 喔 我超刺激喔 38歲你要讓 我沒有做法 不好意思 你不能再吃毒食了 好嗎 你讓給我嘛 路西派包含38歲人其曖昧 憲哥氣瘋又讓給你爸爸 打雨一大早在告訴我兒子 教了一個38歲的 下午再問 吳宗憲兒子路西派被爆出 和演員林耀誠 因家暴鬧官司的張小姐曖昧 趁著8號開工錄影 路西派說清楚講明白 奉勸我們台灣的年輕人 頭腦拿出來 盡量不要到夜店 裡面去亂混 混到了一些不對的人 有時候會有一身心 電梯下樓 幹嘛 我這一次真的什麼都沒有 我很乖的 那為什麼不錯呢 我有看到那個新聞 有人說我跟這個姊姊在交往 可能這個姊姊 比柏姊姊還要再延長一些 這位姊姊38咧 也是 我們請這位姊姊說說看 到底為什麼會跟這位 那個小鮮肉交往 沒有交往啊 欸 關於路西派他 我沒有38啦 憲哥 我不知道 我們不見你就是點頭之家啊 有婚姻啊 哦 我超刺激哦 我都是綠色聊天 我是很喜歡出去活動的人 然後剛好有共同朋友這樣 但是我跟這個結局真的是 非常單純 網友啦 你沒有感受到我生意是在發抖的嘛 你不起風 38歲你很讓 我沒有起風 老實說不好意思 你不能再吃毒食了 好嗎 好 你讓給我嘛 明白明白 那我婚姻又怎麼樣 誰沒有婚姻啊 你的事已經過了啦 是 過了 爸爸原諒你啦 謝謝爸爸 因為身為一個父親啊 他這個事情 我本身也不妨多讓 爸爸這一生呢 都是瘋臉 但是我絕不下人 你想想看 這麼多的阿姨 你問他們 你就問他們 你問他們 對 我不想幫爸爸的生小孩 如果能重來 我要向你拜 我也是 那一天 我們在竹北 演出 然後竹北演出 結束完 我開車送他回台的 他沒有要 你當天是去夜店嗎 沒有 算水煙館啦 就是 酒吧 都朋友開的店嘛 同場啊 比夜店還才能 沒有沒有 可以呼一個人的地方 不是不是 那海啊 那水煙都外行人在玩 但是就是 那你內行人 不是啦 這還是水煙館啦 裡面你要裝填什麼都可以 不是啦 我們就去吃些麵啊 聽音樂啊 喝點調酒 你有在乎我嗎 有 有在乎你